联合国称阿富汗的鸦片生产已经连续第二年减少 联合国打击毒品和饭菜鼠星期三发表报告说 今年因素的种植总量下降了22% 因素花被用来制造鸦片是海洛因的关键成分 这份报告说阿富汗农民从种植因素所获得的钱减少了 这让他们改而种植其他更值钱的农作物 联合国打击毒品和饭菜鼠主管表示 阿富汗鸦片市场正在瓦解 阿富汗提供了世界鸦片市场约90%的鸦片